大三 路撒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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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11 年 今年度的工容計劃 為五四家族的舊一旨 設立了第二座的解說牌 那當初的動機就是 五四家族呢 他們每一年都有尋根的活動 齊老呢會帶他們的 年輕人 小孩進到這個遺址 這裡來 那 都透過口述的方式呢 跟他們的年輕人 跟晚輩訴說 當時在這裡有哪些建築物 誰住在這裡 那我們就認為 如果把齊老的這些 口述歷史能夠把它具象化 那就有助於 他們的文化保存 跟有助於他們未來尋根活動的時候 的教導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身後右手邊呢 是整個五四 舊遺址的分布圖 那可以看到他們從 祭祀廣場 一路進去到 祖屋 田屋 防禦屋 米倉等等 各式各樣的 行事功能的房屋都齊全 那未來 當五四家族在辦旅行 和活動的時候 他們就有非常具象的材料 可以向他們的青年 向他們的子孫來傳承這裡的歷史 這是我們今年的目的 祝福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